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意外惊现的明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 如何会在同一座大梦之中找到答案 先后三次历经七年的考古探索 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 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栋的防晒往下 考古人员对168号 169号两座大墓的抢救性发掘正在紧张进行 这是168号墓 在墓室的南边发现了两个斧 两个轨 因为倒洞 正好这一块没有被倒到 没有倒到的地方就出现了气雾 现在还不知道倒墓的 倒走多少东西 考古队自三月开始的发掘工作 初步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除了五个车马坑 围绕在四座大墓周边的五十多座中小型墓葬 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发掘显示 在春秋早期时段的增国地域范围内 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 此时 独具地域特色的增文化的雏形开始逐渐形成 而极致春秋中期时段 增文化逐渐开始受到褚文化的影响 正是增储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 早树林墓地已经发掘的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 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诸侯国的认知 考古人员发现 仅剩的这四座大墓规模巨大 他们两两一组 分别位于正在发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木被倒得有点严重 在我们清理倒洞的时候 清理倒洞过后 发现倒洞旁边有这个边中 发现这个边中最先就是边中漏头 然后随着清理现在漏出边中 有十一件 其中有两件是柏中 对间柏中和对间柏中 然后还有九件咏中 这个中啊 比较厚重 中的保存状况比较良好 没有发现破损的现象 部分还有闽纹 现在闽纹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一百六十九号木规模略小 同样是东西巷带斜坡木道的甲字形大木 总长度14.3米 而在墓室的南部 也发现三个贯通至墓底的倒洞 此时 不断涌出的地下水 正给现场的发掘工作制造着麻烦 这个墓葬坡 清理难度还蛮大 现在的话 现在这边部位的话 不断地再游水 从这四面正在往这边涌 所以说清理起来的话 还是有点难度 然后这个土的话 它是比较粘性 这个土 就是 然后这个中体表面的这个土的话 浮土的话 然后清理的话也是有一些难度 由于两座大木的发掘进度相当 几乎与此同时 一百六十九号木 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边珠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M169 果是北部的一个伯中 这个伯中的话 上面看到这个正在清理的 好像是一个三角纹室 然后这边的话 像是一个龙纹 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寿命纹室 纹室比较精美 从这出土的这上面来看的话 这些伯中的话 伯中的还比较完好 从现在看的话 带着有一些明纹 这个明纹的话 因为有一些铜锈 现在的话就是说看的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个得到后驱的话 后驱的话就是说进行一些除锈 除锈的话再看一下 这边两个是两个小的扭中 这个是个薄中 这边的这边的下面 这边还没清理出来 然后这些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薄中 这个薄中 这个薄中的话 有的不点可惜 它这边的话是 是被那个上面的盖板的话 塌陷了之后 给压烂了 这边这个薄中的话 上面黑色的 这些黑色的话 是上面一个骨盖板 骨盖板腐朽了之后塌陷的 然后压在上面 考古人员发现 这两座大木出土的边中 其年代均早于著名的 曾侯仪边中 作为最高级别的 李月七五之一 曾国出土边中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州早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达到鼎盛 依据历年来 曾国考古的成果 隋葬边中的墓葬 均为曾侯或者曾侯夫人 这两座墓葬中 均发现有边中 可见其墓主人的尊贵 南面两座大墓 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 一个大一些 一个小一些 而且周围 环绕了很多中小型墓葬 我们当时就怀疑 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然而 显而易见的墓主人 非同一般的身份 却不能简化 发掘现场的每一道程序 考古人员首先需要分清楚的 是这两座大墓 墓主人的姓品 而在此之后 则是必须逐一面对的 发掘难题 这个墓葬除了发掘难度的话 然后还有很多疑问 其中疑问之一的话 就是这个钟的话 摆放在果实北部了 我们以往清理的墓葬的话 它这个钟会放到那个 东部或者南部这边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墓的话 因为东部南部被盗了 这个器物不是很齐全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的话 有这些问题 从目前的发掘上面来看的话 这边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兵器 然后急车马器 我们怀疑的话 可能是一个旅行墓 但是的话 具体的情况下 还有到后期 就是整个清理出来 169号墓的边中 为什么没有摆放在 通常的位置之上 这只是两座大墓 令人疑惑的诸多问题之一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后发现 除了168号墓 规模略大外 从总体上来看 它们的形质基本相同 其墓棺均置于墓室 而在四周则摆放着相应的礼器 168号大墓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墓前 整个找树林人墓地 发现最大的一个 带墓道的大墓 这个墓上 墓道朝东 那个棺果形式 是目前所建造的 比较特殊的一个 其中这个棺果 它是一个 里面的单棺木 但是里面 果式里面是存在 割的有边箱的 这个边箱分成回字形 东边即是头箱 我们在头 其中水漿的器 我分的四个 四个箱都有分布 目前是 东市 藏的是乐器 南市 藏的是礼器 然后 北市 藏的是兵器和车马器 西市藏的是 那个惯式器 由于存在倒扰 等级极高的168号墓 当年到底随葬了 多少奇特的器物 金人已经无从得知 但从这件罕见的 器物的出土 也许可以稍稍放飞一下 想象的思绪 这是168号墓 这里有在墓室的北乡 发现两个毛 这个毛保存的比较完整 然后壁杆清晰可见 比较罕见 它比较长 然后就长度现在目前 大到三米多 还没清完 被这个奇甲片压住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有这么长的一个毛 它的用途 现在是我们推测 有可能是作为礼遇用的 如果作为战场用的 目前还没发现 有这么长的 这么长的毛 168号墓罕见的毛 以及随后清理出的 大量车马器 证明了 这是一座男性墓 而169号墓 疑似女性墓葬的迹象 似乎也在验证着 考古人员死前的推断 这两座大墓的主人 很有可能是一头夫妻 2019年5月25日 不断涌出的地下水 仍在给早树林墓地 两座大墓的发掘 制造着麻烦 尽管这两座大墓 存在诸多费解的迹象 但经过清理 考古人员已经初步判定出 168号墓葬 是一座男性墓 而169号墓 为一座女性墓 这两座大墓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一对夫妻 然而他们是谁呢 考古人员将在 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寻找 考古人员发现 或许是由于此前 毗邻一座小型水库的缘故 早树林墓地的北侧区域 始终处于保水状态 这种环境 为果室内随葬器物的 完好保存提供了条件 也使得一些铜器的颜色 看起来有些特别 这是木169出的一些铜器 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 其中有若干剑薄 还有若干剑 更小一点的扭钟 像这一剑薄 保存的就还相对比较完好 我们看到的这几件边中 表面的颜色都偏红或者偏紫 这可能是和它在墓葬中 特定的保存环境有关系 就是土壤粘性比较大 并且保水的环境下 有很多辅植质在使得 土壤环境比较偏还原性 在氧化性条件下 就是我们常见的蓝色 或者绿色的锈石 而在这样的比较偏还原性的条件下 表面可能会吸出一层氧化鸭筒 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偏红 或者偏紫的这样一个外貌 这也是和同时期那种 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 有区别的地方 通常像在氧化性条件下 保存的墓葬就会发绿啊 发蓝纳这样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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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浪持续席卷整个考古工地 就是我看有没有别的那个泳中 目前能不能摸到那个调音 可摸的痕迹 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 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 168号目出土编中的数量 还在不断增加 之前我们发现的泳中是 123456789 是10件泳中 今天下午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 发现这个下面还有一件泳中 这泳吧你看 已经露出来了 明显就是泳中 那这一件泳中 如果下面技术清理中间没有的话 就是11件泳中 这里面有刻印槽吗 是不是使用器啊 这里面我刚刚摸一下 现在摸一下这个泳中的鱼口 一直摸进去 这个内壁 是摸不到刻印槽的 没有刻印槽吗 这一件中的清出来离的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是看不到有刻印错模的痕迹的 对吧 你看 都没有 是不是 还有这一件泳 也清得差不多了 古人注中以后 是需要通过来打磨类壁 或者是来效忍这个音高的 做中的时候 一般会把这个壁 做得比较厚一点 壁厚 音呢 比较是偏低一些 然后它会通过打磨类壁 达到它所要的音高 考古人员发现 尽管反复触摸寻找 却始终没能在泳中的内壁上 找到丝毫调音打磨的痕迹 而博中的状况 却恰恰相反 我摸到了这边 有一条很明显的音机 一直到大概这个中的 大乘之一还要多的位置 这一边 这边泥土 这边也有一条 博中这个 鱼口位置有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您可以听一下 对 我来看一下 我可以看 小师傅来看 对吧 哦对 这边明显 有凹凸 有凹凸 对不对 有调音错模的 对对对 有调音痕迹 再往里面 这个就是比这个 比这个泳中 要明显一些 是吧 很明显的有 而且里面 里面有那个 我们说的音疾 按理说 泳中在那个 组合中间 应该承担那个 旋律的功能 但是泳中又没有 调音的痕迹 所以这一点 我不太明白 觉得有点奇怪 枣树林墓地 168号墓的 这套边中上 究竟存在一些 什么样的特殊构造 诸多的疑问 都有待后期的 持续研究才能回答 古人铸造边中 他是需要来 后期来调整音高的 达到他想要的音高 首先他会把边中的 内壁做得厚一些 然后通过打磨 内壁厚度变薄 使音变低 如果一旦 错得太薄 比他想要的音高低的话 那么这口中 相当于就是 废弃了 就需要重新再制作 所以边中的打磨过程 制作过程是一个 调音过程吧 是一个不可力转的 所以我说 如果在后期 我们考古专家研究 这一套边中 没有打磨痕迹 我是说如果 所有的清理出来以后 没有打磨痕迹 还能达到 他要的音准高度的话 那真是太牛了 我觉得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 考古人员发现 曾国的高等级墓葬 或者说曾侯墓葬 大多采用夫妻病学 合葬的埋葬形式 这两座大墓距离相近 规格相当 唯一对夫妻墓的 可能性极大 尽管所有的迹象 都在指向这个判断 但考古发掘 永远是证据说话 所有的猜想 必须找到实物证据 才能定论 然而 直到此时 考古人员 仍然没有发现名文 田野发掘工作 永远是看天吃饭 就在考古人员 努力寻找更多的迹象 进行佐证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水 打断了考古队的 正常发掘进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企团》 68号簿 今天开始清理库内 今天开始清理馆内 现在处是在果市的正中央 关的东部和西部有两个动动 缘将那才打破 现在正在清理风野的田土 然后发现田土下有很厚的一层株茨 说明这个牧者 级别非常高 在以前清理牧藏的过程中 没有发现有这么厚的猪砂 这个猪砂后头 达到差不多有一亿的密合 猪砂表面有一些 浴气和浴室之内的 散落在那个猪砂表面 考古人员发现 自1978年曾侯以目发现以来 对于曾国这个两州猪侯国的 数十年的考古探索进程中 不仅萦绕着这样那样的学术谜题 还不时会有一些意外惊现的难题 2012年 公安部门曾经意外收缴过一批 带有名文的器物 经过鉴定 考古人员发现 这些反复出现曾侯宝 随重你家名文的器物 是一批增 然而 这批器物到底出自哪里 一段时间以来 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至今仍是一个困扰考古人员的谜题 考古人员发现 如何提取168号木内这件超长的毛 始终是一个问题 为了确保这件文物的安全 必须选择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编上大家留个像这样的舞蹈 10公分宽 然后底下拿个板脱一下 然后直接提起来就行了 在上面盖上保鲜膜 然后再压上涂 或者是石膏 轻的话就是专直 然后就直接提起位置就可以 就是说从这两边的上 切薄一点 留少一点两边的 对对对对 然后底下拿一个薄一点的板架一下 然后整体就能提起来 这个图 目前看还比较结实 比较容易 之前取过 最后一起都散了 这个把有那么厚 取的时候边上两边也要夹上板 就是 你就不能让它在一个比较松的状态下 往上踢 在168号目的关内 考古人员开始发现更多的玉事件 是个小玉吹 好漂亮 这是木168 在关市中西部 发现了有几块玉器 文是比较明显 比较漂亮 在清理的过程中 现在玉器都慢慢全部露出来了 通过清理 现在玉器慢慢都露出来了 露出了大量的猪砂 猪砂很厚 你看这个猪砂这么厚 这个牧主人的身份 非常高贵 你看这个墨鱼的文饰很清晰 很尊人 做工很精细 玉器在古代 是一种配饰 一种身份的象征 若是身份高贵 它若配在这个玉器精美 猪砂动了后 牧主人的身份一定很尊贵 这又出了一块玉 像是个玉圈 是个玉圈 它这个猪砂这么厚 它这是身份高贵的人 猪砂越多 玉器越漂亮 这是个什么墨鱼 黑色的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黑色的墨鱼 现在还看不清 猪砂在上面 覆盖的比较多 这里又发现一块玉 这是长条形的 然后 看着这个纹丝 还比较深 这个什么样的纹丝 现在还看不清 这已经是多少块了 这已经是第五块了 这是第五块玉 早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 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 属性等信息 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 对于早树林墓地周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 考古人员已经破解了一些诸如春秋时期的增储关系 增国与周王朝的关系 等有关增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 考古人员发现 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 增国脉络的厘清 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 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 增国考古的历史发掘 至少发现了13位增侯 尽管如此 但春秋中晚期的增侯世系 仍然存在一个缺环 而早树林墓地对应的 也恰好是这一时段 基于这两座大墓 与南侧增侯德墓的位置关系 如果能够发掘出 确定的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不仅会大大深化 对于增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研究 也将会在增国世系的问题上 有所推进 辽元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持续发掘的169号墓 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这个是墓168的果实的北端 我们在带壁的毛清理之后 又发现有一个带壁的割 就是这一边遗迹现象比较复杂 在这个割的下面 还有比较多的珠漆的甲片 我们觉得这个遗迹现象 做起来比较复杂 尽管168号墓果实北端的迹象 依然复杂 但此时考古人员通过 对边中的持续清理 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经过清洗的边中上 几个明文逐渐清洗 这是什么类水 这个纹饰是双龙纹 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纹饰是双鸟纹 然后这个是伯仲 伯仲上面的纹饰应该叫统成纹 我们应该叫龙纹 这场边中非常重要 因为它那个边中上面有一些明文 蕴含了一些牧主人的信息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曾 侯 宝 曾 侯 宝 其他的边中上面也都有这个曾侯宝三个字的明文 曾 侯 宝 通过这些 通过这三个明文 我们可以初步推测 他那个牧主人应该是曾侯宝 考古人员发现 依据边中上的曾侯宝名文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168号墓是曾侯宝的墓葬 然而 出于审慎的考虑 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清理中 在这一座墓葬内的其他器物上 还能够发现曾侯宝字样的名文 则牧主人的身份将确凿无疑 就在考古人员为了这个发现而欣喜的时候 他们也突然意识到曾侯宝这三个字 也正是此前困扰大家多年的 出现在那批收缴文物上的明文 难道说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答案 就在这座墓葬里面吗 那些多年来始终困扰着学术界的器物 也都出自这里吗 考古人员被接下来的发现惊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